NCP-3092 Gorilla Warfare 星星战争 项目等级 Eucaly 特殊种措施 NCP-3092将被放置在一个配有相容电源插座的空房间里 除非正在进行测试 否则不得接入电源或放入玩具 NCP-3092的测试必须由至少一名三级人员预先批准 测试过程中至少配备一名 携带仿制麻醉步枪的基金会特工 以制服NCP-3092-A个体 NCP-3092-A个体将被单独授用在拥有两个附加所 其中至少一个是生物识别所的标准授用监中 以防止进一步的授用失效 若配合收容可向他们提供合理的便利条件 但不得给予帮助逃脱的工具和辅助物品 如果一个或多个NCP-3092-A实体成功逃脱收容 一个配备仿制麻醉步枪的特工小组 应搜索现场直至重新收容 并通知所有人员 一旦发现可疑活动或遭遇NCP-3092-A攻击 需立即上报 除了测试之外 任何NCP-3092-A实体200公尺范围内都不允许有容貌玩具 描述 NCP-3092是一款Black Tie Toys排加娃娃机 高1.8公尺 宽0.8公尺 升0.9公尺 无货时重约144公斤 机器的机体和机械零件本质上都是非以偿的 主要由钢、塑胶和各种电子元件组成 都具有与多年常规使用相一致的磨损 当提供能源和流通中的美国货币时 NCP-3092可以作为市售标准夹娃娃机操作 它的异常性质只有在操作者 用爪子成功地抓起一个或多个绒毛玩具 并将它们放入NCP-3092的滑道中时才会启动 此时绒毛玩具会立即转化为NCP-3092这一个个体 NCP-3092是内部填塞棉花的绒毛大猩猩 高约0.3公尺,重0.4公斤 没有识别标签或标志 它们具有智慧和交流能力 并且能够试、听、触摸和活动四肢 另外,尽管看起来缺少明显的手指和相关的肌肉结构 但它们具有极强的手指灵活性 除此之外,所有个体都是普通绒毛玩具 没有任何生物成分 NCP-3092J非常精通与游击战有关的各种行为 例如隐匿、兵器创作、陷阱 以及维护和使用各种小型武器 它们似乎也拥有粗糙的 类似于各种真实和虚构的游击队反叛团体的意识形态 它们能够单独行动或作为一个团队 开发和制定复杂的计划 定期尝试突破修容 并取得有限的成功 但是迄今为止 所有的NCP-3092J活动 似乎都是为了打扰或引起不便 而不是对目标造成真正的伤害 NCP-3092J使用的所有武器 本质上都是非致命的 只会造成轻微伤害 它们会避免可能使基因会私产 遭到严重破坏的方式 例如纵火或造成其他NCP物品的受容失效 而采取轻微的攻击 就此问题对NCP-3092J提出质疑的尝试失败 所有个体都坚持认为它们的攻击正在大规模破坏 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个体们经常使用的武器和战术包括弹弓、小型弹射器、半锁 涂鸦、亮粉炸弹 以及将装有各种液体的铜或罐放在门上 NCP-3092创造的所有NCP-3092J个体 都拥有不同的个性、信仰、目标和身份 然而当一个NCP-3092J 与一个非异常的绒毛玩具发生无理接触时 这个绒毛玩具会立即转化为NCP-3092J个体 具有与创造它的NCP-3092J个体相似的基础个性 意识形态和行为模式 NCP-3092J个体似乎能够意识到这个特性 并将试图利用它来增加成员 许多个体在被创造之后 将尝试重新进入NCP-3092 以便将任何合适的玩具转化为成员 NCP-3092J个体可被撕开、破裂 并没有比普通的绒毛玩具更难损坏 个体对损伤的反应普遍是负面的 甚至会表现出超过表面损伤情况的疼痛 严重的伤害 例如躯干深度穿死或撕裂 肢体脱落或斩首 将导致死亡 个体将在长时间的痛苦表现后 倒地并停止活动 然而在遭到不比完全焚烧更加严重的损坏时 个体似乎只是在装死 若尸体遭到反复打扰 将导致个体短暂恢复活动 并要求停止打扰 因为他们已经出局了 由于这些资讯以及NCP-3092J缺乏神经系统 目前还不认为他们真的感到疼痛 通过普通的缝合、修补和重新填充 来恢复受损的NCP-3092J个体 通常足以减轻个体表现出的疼痛和死亡状态 并且被他们解释为就医 目前基金会共收容了23个NCP-3092J个体 回收 NCP-3092于20年5月3日 回收于淮和明州夏安市的家庭餐厅与商场中 动物收容人员接到电话后 前往发现了异常活动迹象 在基金会特工抵达现场前 21个NCP-3092J个体 已经被NCP-3092 把他们自己的复制特性创造 餐厅设施遭到了相当大的破坏 在用小型武器杀死了几个侵略性个体后 其余个体向基金会人员投降 并在NCP-3092被确定为异常活动源头之后 一起被收容 当地平民接受记忆消除 并将此事件掩盖为黑猩猩逃脱 附录-3092-101 20年5月18日 一名SCP-3092J个体 引发了一次收容失效 并通过临近走廊逃离 特工Megan Cho注意到SCP 收容失外的这期事件 用他装备的麻醉步枪向该个体发射 奇怪的是 对象似乎昏倒了 倒在地上 除了偶尔的戳动和夹打户外 停止了所有活动 期间没有发生任何事件 直到对象在几小时后醒来 由于比起射网器 枪支更加有效率且风险低 建议特工在未来使用镇定类武器 来应对SCP-3092J个体 附录-3092-02 经过测试 已经确定任何武器发射的气动与毛标 都足以诱发SCP-3092J的睡眠状态 不论是否真的装有镇定机 就像前面提到的死亡状态一样 相信这个睡眠状态 是SCP-3092J机制的一部分 为了尽量减少对基金会人员 造成附带伤害的可能性 应该使用仿制麻醉枪 来代替实际的镇定机 附录-3092-03 20 年5月9日 两名SCP-3092J个体逃脱收容 并通过建筑物的通风系统逃离 随后抵达Martin Helmer博士的办公室 并设置了一个伴锁 意图让他跌倒 陷阱后摆放了一个 稀有侮辱性词汇的枕头 Helmer博士进入办公室后 跌倒并撞在了书架上 导致锁固骨折 比之前所有SCP-3092J 受容失效事件造成的伤害都大 发现这一情况后 两名个体立刻表示忏悔 通知了其他基金会人员 并顺从地回归收容 后来经调查发现 这些个体受容单元中的一些物品 被改造为给Helmer博士的礼物和道歉卡 没有观测到SCP-3092J 在受容失效中 再次使用伴锁 以上就是SCP-3092 简单的说 SCP-3092是一个夹娃娃机 当里面的绒毛玩具被夹出的时候 会变成SCP-3092J SCP-3092J是绒毛猩猩 能够活动并具有一定程度的智力 他们有很高的作战能力 并且认为自己是游击队员 不过他们队员的攻击 几乎是恶作剧程度 很少造成真正的伤害 他们在受到伤害后 会做出夸张的表演 然后装死 有点像生存游戏爱好者 这个SCP真的是蛮可爱的 特别是要求别人 不要打扰他们装死的部分 另外其实这个SCP的名字 是玩了游击战英文 Lorea Warfare 的谐音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我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喜欢不喜欢吧 希望做什么SCP或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 还有小火 观众